電影店有一個就是 神奇的就是貝殼算命法 對 它其實呢就是用小的貝殼 就是一小把貝殼 像骰骰子一樣 直接骰到那個盤子裡面 然後它會有正面反面 衣上面的正面反面的數量 還有是有時候它會聚在一起 或者是它會分開來 那算命的先生 他會用這樣的方式來幫忙算 那當然有一次 我有跟我的朋友 一起去外面去算命 他問說 能不能跟曖昧對象在一起 然後算命先生說還是不要 這個不好 結果發現兩三週之後 那個男生同時跟十幾個女生 搞愛戀 十幾個女生 十幾個女生 他唇色一定很紅 十幾個 然後他還好逃過了一劫 其實他除了可以找 那個算命先生算以外 那私下民眾就是有一些疑惑 或者是有一些 不能解的問題的時候 他也可以自己算 就是說假如這個人 他比較會跟大家搞曖昧 但我們還是可以算得出 他跟哪一位比較有可能 對 他心裡比如說 我現在搞的曖昧對象 可能是林俊傑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可能會不會跟林俊傑在一起 那就可以去算 其實我可以幫妳想一個 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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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好像跟很多女生都滿好的 那跟達夏會不會 有什麼樣的 因為達夏感覺也是算欣賞 可以 好 我幫妳說我欣賞 那他們兩個之間是不是也可以算一下 可以 試試看 好 那我要怎麼弄 是我要自己 妳也可以 妳可以撒 撒一下 喔 達夏跟立東之間的緣分 妳心裡要一直想 妳心裡要想 一直想 對 立東 然後上面1 2 3 4 5個嘛 然後第五條 他的答案是 其實這個滿準的 因為我上一次喔 我上一次就是不是說什麼 我蒙到了立東 然後就說可能要跟他高在一起 什麼對不對 可是台灣很好 台灣廣中真的對我非常的好 你知道有多少個人來跟我說 立東 不要高高曖昧 絕對不要跟這個人在一起 我說為什麼 為什麼 就想說很想要嘛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 因為立東很化心 外面很多女生 然後他說他跟你玩一玩 就會讓你很傷心 所以我就從此之後 我就決定 放棄了 很容易相信 對 我就是放棄 妳要對著五 六千萬的觀眾 面前說妳要放棄立東嗎 妳要放棄立東 對 這個悲劇要結束 對 我還要說 台灣人除了愛算命還真的很迷信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打麻將的時候 已經要穿黃色的內褲 像我們去年我們去高雄 他們都很喜歡打麻將賭錢 然後我從來沒看過 我的朋友會輸錢 他真的很厲害 但是有一次他就是輸了七千塊 他就超生氣 他一直罵他的老婆 我就覺得妳罵什麼 妳自己打麻將 妳自己輸 老婆做了什麼 後來我就才知道就是 因為老婆沒有幫他洗內褲 沒有紅色的內褲他就輸錢 台灣人真的相信這個嗎 紅色內褲 我自己青春的經歷 內褲 我自己青春的經歷是 我旁邊的人真的超有用 在這裡 很準 超準 妳看 這一件 因為那天我們還有一起到舞台上 所以納豆真的有在舞台上面秀出來 依縫而至對不對 納豆得金馬 對 他那一年的金馬獎最佳男配角 就是穿這一件 天啊 就是穿這件 對 假如沒穿這件的話是不可能得的 真的 也太嚴重了 不好意思 很好意思 對 妳看 就是要跟著舞台 找到自己人生的花朵 沒錯 祝福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拜拜 週一至週五晚間九點 週年綜合台 同學來了 我們在五十二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這些我們都遭遇過 但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 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你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和節目 全部都在裡面一次滿足 finar 轉致 一定的 晴支 成頭 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